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之后 他就即将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之后 第一个可以进入第三任期的国家领导者 也是邓小平所立下的规矩被打破的第一人 他打破这个规矩某一个程度 也代表他在这个任期里头要交出特别的成绩单 在这个特别的成绩单里头 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他在外交上头 有硬有软 他并不完全像许多人所认为的 和当年的江泽民 或是和胡锦涛 尤其是全力地建立中国内部的经济 然后改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可是当美国和中国碰撞的时候 他有强硬的口调 语气 但是也试图一定程度的不要跟美国直接的冲突 在台海问题也是如此 可是习近平第三任 他还是面临了相当多的挑战 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他第三任期的几项挑战 这些挑战里头如果他没有办法克服的话 那么对他的第三任来说 很可能即使既有的宪法容许他做第四任 他可能也必须结束他的任期 首先现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是他最大的挑战 这个经济呢 第一个是中国内部的因素 一个是疫情 第二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整 这当然是来自于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 中国今年很可能因为疫情 他的经济成长率能够保持3%就不错了 这是很多银行对中国今年经济做出来的预期 而虽然中国目前包括它的出口 有复苏的迹象 它的工业生产 它的零售的销售额 跟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 刚刚公布的数据都优于预期 但是过去几年 曾经吞下的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各省所鼓励的房地产事业 现在成了中国最大的重担 也就是到底怎么解决这个房地产 严重的泡沫化 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 央行已经出手 能不能够经过时间慢慢的消化 或者出现一场经济奇迹 使这些楼市问题可以被解决 中国在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一波房地产的泡沫化 但是后来因为中国加入了WTO 中国正是2000年之后 经济快速的成长 它消耗掉了这样的一个楼市的泡沫化 也就是当时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出现在亚洲 然后也波及到了中国内部 可是全球经济的复苏 全球经济的快速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 世界工厂的快速的崛起 它解决了这一次 那一次的房地产问题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是全球的经济衰退 而且可能美国衰退的最晚 欧洲衰退的最早 接着是中国自己本身 那这样的一个房地产 在未来十年之内 人们认为整个美国的股市 跟全球的经济都会是持平的 就是我们看不到任何乐观的经济 再快速的崛起的状况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习近平最大的第一项挑战 也就是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里头 房地产的问题 对它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才刚刚这个变成世界工厂 很快的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很快的就面临了美洲贸易战 关税战到科技战 中国希望从世界工厂 转型成下一个阶段的数位国家 在数据中心的发展部分 它发展得很好 可是在硬体的部分过去毫无基础 人们说中国那个时候所鼓励的所有的产业 不管国营的还是地方的 都要求提出政绩政绩政绩 所以都没有长远的眼光 因此都是朝短线的状况 因此没有扎实的硬体 这个扎实硬体指的是科技部分 在高铁的部分 在交通建设的部分 在技术建设部分 中国过去是做了很大的投资 而硬体的部分 它才刚刚要起步发展 才刚刚有千人计划 那是2014年 很快的 它就遇到了美国对它的科技战 美国对它的科技战 从2018年开始 到现在 拜登简直快要接近全面的宣战 我们待会会在文谦的世界财经中保 为大家做出更多的报道 而这样子成了习近平 他要发展到举国体制 举国造新 他们称为新 我们台湾称为叫半导体 有的人称为叫晶片 举国造新 它2000年就有中芯国际公司 结果没有任何人阻挡它 他们也投资一些钱 国家无心做这件事情 都没有成功 现在举国造新 可是面临了是所有全世界 比它上游的各科技在美国的要求之下 对它全面的制裁力 它要举国造新如何突破 某个程度了解半导体行业的人说 即使是台湾的台积电 如果当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面对美国如此的制裁 台积电也不会起来 即使有张周末 即使有台积电这么优秀的工程师 所以虽然中国在某些小部分有所突破 可是整体的举国造新能成功吗 它的产业转型的科技立国能成功吗 而且美国要打的仗不只是晶片战争 美国要打的仗还包括了生物科技 一战又一战绝不让中国起来 听起来很悲观 但是从2019年 美国全面的开战到2022年为止 两个国家的GDP 仍然从原来中国只占美国的 百分之六十七 升到占百分之七十六 中国还是成长 所以美国还是有它自己本身结构的问题 中国还是有一定的成长力道 但是这两三年来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从2020年到现在又是到了今年 整个中国甚至搞到连上海都封城 当时是武汉封城 所以中国经济就开始出现了 经济重镇都要封城的状况 所以它的经济成长的下滑 是整个中国共产党 整体统治的核心正当性 过去有一个百分之六 叫做一个平衡关卡 一定要有经济成长力百分之六 因为过了百分之六 就是很好的崛起 低于百分之六就会出现什么呢 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失业率 我们曾经为大家报告过 现在中国青年失业率 已毕业的高达百分之十七 通常这样的数字 代表一个国家内部 其实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当然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 他是一个独裁者 内部对他不同言论 过分攻击的 大概不管从公信 中微信号 还是从微博 不管你叫什么 全部 他的言论的封锁程度 远远高于胡锦涛时代 他不允许反对者的任何言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习近平可以某个程度 类普金斯的控制这个国家 不可以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跟太大的反对力量 可是年轻人都没有工作 这件事情能够撑多久 习近平现在跟过去的 中共内部的领导者 比如说当时 发动文化大国民的原因的毛泽东 不一样的是 他根本没有面临挑战的 他现在党内没有挑战者 经过他的反贪腐之后 反正每个人身边的亲信 都决入了反贪腐 只是我要不要拜你而已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 国内政治上的竞争者 他的竞争者就是他自己 到底能不能交出政绩 还有来自于太平洋 另外一边的美国 绝不允许你崛起 而且在整个亚洲 建立一个印太框架 希望全面地围堵你 这个印太框架 当然最大得力者不是美国 是印度 但这是题外话 而中国在这里头 真的是被掐住了一个咽口 所以一关又一关 习近平在任上 一大堆挑战 而且美国也把台湾问题 摆在台面上 时而往前进一步 告诉他 我好像要让一种原则 有所改变 然后又往后退一步 说不 我又回到一种原则 中国能够自持多久 还是不惜与美国翻脸 某一个程度都是习近平 他个人对于国家领导的时候 他的智慧 跟他对他自己国家的命运选择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管理中 凡界之年的人事安排 权力斗争 往往让中国的领导层 在党代会前夕 更关注在国内事务 不曾安排出访 但已打破各种惯例的习近平 在距离中共二十大 仅一个月的时间 进行近三年来的首次出访 显然对二十大筹备与政治安排 已有十足的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 9月9号召开会议 研究以提请党的 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的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 而这是另一个习近平 定于一尊的重要讯号 若没有全党的支持 很难连着两届党代会 都着手党章的修改 官方新华社并没有透露 这次党章修正案的内容 但表示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 确立了重大理论观点 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而分析认为 写入两个确立已无悬念 确立习近平统治 党中央的黑心 前党的黑心地位 是实在互换 历史选择民心所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洞察时代风云 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受力思想 为推进民族复兴为业 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由于党章对中共政治体制 与政治路线 有无庸置疑的指导性作用 确立习核心 与习思想的指导地位 将确保习近平的市政 在第三个五年任期甚至更久的将来 不受到任何挑战 但掌权十年 经历了无数阵敌 习近平何以还需要修改宪章 巩固权力 显然这是对自己第三个任期 所处内外险恶环境的焦虑 若无党章制度性的保障 任何的决策事物都可能撼动他的权威 而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中 最严峻的考验 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急剧返还 且北京高层至今能束手无策 彭博社本周公布对多家投行机构的调查 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多半落在2%到30% 而那将是40年来的第二低点 尽管中国官方以静默管理 取代了足以引发恐慌的封城或封控 但对疫情的动态清零 仍是无法动摇的方针 《纽约时报》形容 这是一场卡夫卡士的表演 将是要求14亿人参与的政治活动 但比西方国家更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却成了官方宣传的制度优势 中国至今能有超过40个城市 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封锁 有近3亿人受到影响 但这不只是习近平对清零政策的偏执 还有官方坚持扶植本土疫苗 连取得代理BNT的复兴集团复辟泰都不批准 本土疫苗防护力不足 只能清零 两年多来的轮流封城持续不断的塞减 干扰了正常的经济运行 而百年伊杨的干旱 让中国这波经济下行雪上加霜 现在成了不可控的变数 原本受到疫情冲击的供应链 更因干旱的电力短缺而更加恶化 也恰逢今年大学毕业生 是首次突破千万大关的1076万人 这导致毕业季后的7月 今年4月率创下新高的19.9% 恐将成为政治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 而一直重申不搞大水漫灌的北京中央 今年以来以多次公开市场操作注视 并三度调将贷款市场报价离笔 量价工具齐发 变向宽松货币撒钱 但经济情势并未就此扭转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特克 稍早已致函中国国务院 敦促修改清零政策 并进口更有防护力的西方疫苗 但这项陈情如石层大海 为分散风险 这波自美中贸易战以来 工厂自中国迁出 转移到越南与印度的潮流 也正在加速 这都考验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的政策抉择 苹果正在越南北部生产iPad 微软的Xbox今年开始从胡志明发货 而亚马逊已在印度近代生产BioTV设备 但几年前这些产品都还在中国制造 纽约时报就指出 工厂的迁徙不只是担心 中国疫情清零政策 对生产与供应链的冲击 还有企业不愿卷入美中间 越来越激烈的对抗之中 从川普的贸易战 科技战到拜登的全面围堵 都让美中关系逐渐步入 秀霸主与新强国难以摆脱的 休息抵得陷阱之中 拜登与川普在上届美国大选期间 为了与中国大打关税战 存枪舍尖 但反对加征关税的拜登 在他就任总统后也没有取消 即便为了缓解美国的通膨 拜登有意解除部分加征的关税 也受到财长叶伦的支持 但台一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却坚持反对 事实上临近美国的其中选举 改变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 在美国的反华声浪中 无疑是政治自杀 这样的氛围也让拜登加速推动 围堵中国的政策 从印太经济框架到晶片法案 倡议成立晶片四方联盟 再到削减通膨法案 都意在产业供应链上逐步与中国脱钩 限制中国的发展 这完全打乱了习近平之上台后 所执行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此外拜登更重视与盟友 形成反华的统一战线 更让一项对华温和的美国欧洲盟友 重新检视对中国的贸易依赖 避免陷入如当前仰赖俄罗斯能源的窘境 如果中国建议主持统的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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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本周接受路透专访时首次表态 将全面检讨德中间的贸易与投资 这扭转德国前总理梅克尔 在任16年所推动的中欧贸易发展 这曾让德国的工业产品拿下庞大的出口市场 也让中国获得先进制造的结束 如今德国在经贸与外交政策的转向 势必冲击中国的经济 外交处境也更为艰困 而习近平这次的中亚访问 正是为第三个任期的外交议程布局 西方媒体的评论普遍认为 北京正寻求与伙伴国家结盟 对抗西方的围独 尽管习近平在与普丁的会谈中 对中国没有在俄乌战争 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获得普丁的谅解 让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手中 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这无法缓解美中间结构性的对抗 要平衡美中俄关系 寻求更大利益将越来越困难 这样的外交困境 恐怕也是习近平第三任期最大的挑战 对抗西方国家的评论